魏季忠先生南京指点女排,新举动也争议,女排盛极而衰,魏季忠先生早已退休了,日前他在网络平台发表了一篇皮围投身体育工作,六十年发表《个人看法》是一种权利的文章,众所知周,他有时对体育方面的事,喜欢指点江山,滔滔不绝,招来不少人的反对,但是魏老爷子说,这是他的权利, 他还介绍说,我仍保有国际排联终身名誉主席的头衔,因为国际排联的同事们有时候还要我帮忙做点事,这次女排世界联赛在南京的总决赛,国际排联主席就要我担任赛事管理委员会主席主持赛事,在国际上,我还保有亚奥理事会终身名誉副主席的职位,因为亚奥理会主席,还需要我帮忙办亚运会,我是亚奥理事会, 各种赛事协调委员会工作组成员,因此今天女排和巴西的比赛将是两队争夺小组第一的关键战役,也决定着中国女排的败决赛对手将会是谁, 在比赛之外,由于是坐镇南京主场,也吸引了国内众多排球名流前往观赛,向老女排队长孙进方阿姨, CCTV5专职资深排球记者崔佳,女排随队记者马银,都出现在了现场,当然最引人注意, 也是争议最大的当属国际排联名誉主席魏记中的再次现身,在本次总决赛开始前的通气会上,已经82岁高龄的魏记中,就以主持人的身份,全场参与了这次通气会, 这次通气会上,各支球队的主教练都被要求必须参加,包括女排主教练郎平和赖亚文也在会议现场, 在会上魏记中希望各支参赛队能够拿出饱满的热情和充沛的精力,来为球迷贡献一次完美的总决赛, 不仅如此,在与巴西女排比赛前的热身中,魏记中也是现身训练馆,对女排女娘们进行了指导, 虽然一直被诟病,但是一直在出现,当初在魏记中的推动下,拼协对国庭推行扁平化管理, 总教练刘国良离开帅位,后来拼协又废除直通选拔赛,这种高水平对抗赛, 启用保送U21球员政策的选拔赛,经过这一系列改革,国庭在拼谈统治地位不在,开始衰落, 前段时间结束的日拼赛上,国庭就丢掉了男双和男女单打三枚金牌, 针对国庭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,国庭衰落的是作用者,魏记中,也在前段时间公开发生回应质疑, 不仅对球迷道歉,更表态以后少表态少发言,但如今仅仅过去不到两个星期, 魏记中不仅再次现身,还对女排训练提出新建议,有球迷就调侃国庭衰落的悲剧很有可能再次在女排身上重演, 如何看待82岁高龄的魏记中,还新系体育事业的发展呢? 欢迎留言讨论现任总教练郎平,也差点被魏记中炮制的言论所影响, 2017年初中国女排选帅的关键时刻,作为排球老领导的魏记中, 八华建议排协不要与郎平续约,而是给后备教练们机会, 幸好排协领导英明没有听信,郎平继续担任总教练, 才有女排如今在巅峰之后继续保持很强竞争力。